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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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朋友 還有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謝謝你們 這個從3月26號第一獎開始 跟著我們到現在第三獎 好像很快喔 過了三分之一 我自己都覺得哇喔 有點捨不得 不過呢 今天還是要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好消息 就是從這個詹韋雄先生的裕獎開始 到經過詹洪志先生的第一獎 到上禮拜評錄的第二獎 我們這三獎已經有突破20萬人次 跟我們一起看百年古籍了 好 也謝謝 也要恭喜詹先生 詹洪志先生 我相信你會在線上看到我們 你的這個場次已經破10萬次了 破10萬個觀賞人次了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 我想因為一場一場 這樣奠機下來 那我自己觀察到 這樣因為當然我一定要追這個數字 因為我很希望很多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看這本百年古籍 那其實在第一獎 我先簡單說明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一場直播 每天的直播就是 只要一開始就會播送出去 可是我們的直播團隊 包括我的同事 他非常的希望這個上去的這個螢幕 這個頻道 或者說這樣的內容 都是很完整 所以我們在通常在第二天 會再上第二個新的 就是把前面再等待 或是後面有些比較也許拍照 或聊天的畫面剪掉 所以常常新上去的這版面 大家如果現在在線上看到 都是很完整的 一開始就是會進入主題的 所以通常會有兩個版本 那所以你比如說你現在看到 詹鴻智先生的可能是99500個 其實你要再外加3300人次 因為這個是我們當天直播 就創造的數字 那像第二獎 現在評論的應該是19000人次 那我們要再加上6500個人次 那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感覺到這個是什麼 表示說 我們在第一場的時候所累積的 那到了第二場以後 其實有在同一天當中 有6500個人一起 同時在看這個獎次 為什麼呢 主要是他心理上有預期了 他也等待今天下午要看 或是今天下午他沒有時間 他在這一天當中 他都很想拔 他不想錯過今天的這個活動 那包括我今天自己在這邊看 我早上也在觀察 從11點多到1點鐘 光這樣的一個時間 大概就有一兩百個人次 在等待 他們也許有些人還沒有看過 他今天想 我再看看前面的一獎 第二獎或預獎 那我今天來迎接這個 杜祖業的這個場次 那我覺得 這樣想起來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 雖然我現在看不到在線上的任何一個人 可是我知道你與我們同在 好 那第二個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其實百年估計有三個版本 大家應該知道 我想這個 如果看過佳偉雄先生的 在台灣 我講的是台灣 比如說楊奈東的版本 比如說這個 宋碧雲的版本 遠景的 剛剛楊奈東是智文的 然後現在最新的是 黃冠的版本 那因為這三個版本 各個譯者呢 他有不同的譯名 所以我們跟佳偉雄先生討論好以後 其實大家現在如果任何你們去看到 我們現在已經放在線上的場次 已經把這個三個譯本的對照表 都放在上面了 所以當每個講者 他在講這些名字的時候 你也許就回去可以對照一下 我想你對他在講的故事 你就會更清楚而更明白 我希望我們慢慢會補足 只要在每個場次有發生 可能某些我覺得 可以再做一些補足的資料 那這邊佳偉雄大哥 都會跟著我們一起 隨時就補充在我們的YT上 好嗎 那今天真的很特別 包括我們邀請到杜子葉老師 他可能會從 我自己看到他的簡報檔 我覺得很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別於一般文學界 或是目前前兩場的內容 完完全全是不一樣的內容 我們首先就歡迎我們的 總策劃人詹偉雄先生 來為我們介紹杜老師 歡迎詹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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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פINS 的西班牙文 第一次出版的時候 所有人都沒有料到 他最後會變成一本 影響幾乎全世界文學閱讀四場的那本書 那你從現在回頭回去看 當年那個時代的原因 你会发觉《百年孤集》它既是一个在那个时代中被改变的一本作品 那本身也介入了那个改变的洪流 你大概大家知道1960到1970年来是西方世界 次文化运动或者是反文化运动崛起的一个大时代 所以在那个里面中心慢慢变成边陲边陲慢慢变成中心 《百年孤集》在文学领域里面它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它本来是一个边陲地带的拉丁美洲的地域性作品 到最后却变成一种到全世界翻译成46国语言 然后卖超过5000万本的一本作品 所以在《百年孤集》之后 全世界找到了一种新的声音 新的表达方式 新的心灵结构来描绘人类真实的处境 所以《百年孤集》之后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者竹叶 他就是要从美学这个角度来描绘 《百年孤集》所带来的 在过去西方创造世界里面那种无边无际的影响力 主页是前GQ杂志的总编辑 他在GQ待了十几年非常长久的一段时光 他也是我过去非常资深的老朋友 他对全世界这种物质世界的那种繁华茂盛的面貌 如同《百年孤集》波恩迪亚家族 那么缤纷亮丽的色彩 他是掌握得非常透彻跟道地的 所以今天也很高兴邀请竹叶来 让我们从一个很特殊的外延的角度 来看拉丁美洲文学作品所产生的一种 很丰富的很具有想象力的影响力 在此我们就掌声欢迎竹叶上台跟我们分享 哈喽 在现场的各位还有线上的各位大家好 我是杜主页 那在讲之前呢 因为我想那个 让现场我想布置一些小小的道具 让大家也许可以再更进入一下 所谓的拉丁美洲的气氛 好像原来做法的感觉 你应该知道拉丁美洲是一个巫术啊 萨满啊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充满了各种神话迷信的一个国度 因为现场空间比较大 所以味道我没有那么确定会不会真的可以散到后面去 但我相信当这场讲座要结束的时候 或是讲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空间应该是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味道 那当然我也 因为既然是要讲美学嘛 要讲视觉系的东西 所以呢 我准备东西也还蛮道地的 这个先介绍一下在讲座之前 这个现在大家如果在前排可能可以闻到一些味道 其实它是来自秘鲁的一种圣木 是秘鲁山上一种木头 那个木头本身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然后在对南美洲 甚至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 说这个味道有一种不管是可以 在传统可能他们是为了驱魔驱邪 那现代就是说可以达到一种让你 让空气中的分子变得比较稳定啊 人的心情变得比较祥和啊 这样子的目的 所以也有人在比如说冥想的时候会闻这样子的味道 或是让你觉得很烦躁的时候 然后点像这样子 但是一般大家看到可能都是木头 都是那种一块块木头然后去烧它 那这个蛮有趣 因为这个是结合了秘鲁跟尼泊尔的技术 因为这个揉起来像绳子一样 其实是尼泊尔的技术 所以他们把那个圣木的碎屑的木头 然后搅到这个绳子里面 所以烧的时候同时会焚烧到一些小小的木头的碎粉 所以产生这样子的味道出来 所以整个有一种很仪式性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特别把它装在古巴的雪茄盒里面 雪茄是一个非常加勒比海的沿岸的一个产物 那大家提到雪茄可能会有些各种很多很 以拉提的联想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 就是说拉提美洲可能是全世界的各个五大洲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相对比较神秘 大家不是那么了解的地方 因为距离我们很远 但是它所产生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百年古文学作品来讲 它具有带有如此的魔力 可以吸引那么多人阅读它 当然因为我当时在接这个讲座的时候 其实我本身压力是蛮大 因为我虽然看过这本小说 我看的是原景版 我后来看到封面我才发现 那也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看过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我对这个小说印象还是很深刻 而且我是非常喜欢马奎斯的作品 它几乎每一部作品我大概都看过 在那个年少时代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了奇幻想象力 或是它的文字是非常的美 它对情节的描述是非常的超现实 可是又让人觉得非常的 既超现实又真实 很矛盾但非常的有趣 但我必须承认就在年轻那个时代 我所看到的百年古杰 或是马奎斯的作品 其实当然现在印象是相对是淡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获得的感受跟感触 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深 那因为这次机会的关系 我也花更多时间去重新读这个作品 然后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因为策展人张慧雄先生说 你要用一种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百年古籍 用一种外延的角度 到底百年古籍在美学上 或是说现在大家看到所谓的视觉系人这么看 就是用视觉系这个三个字 那刚好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也出现一个讯息 就是百年古籍被Netflix买下的版权 要拍成电视剧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很期待 因为这本小说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 从来没有真的被改编成电影或是电视 甚至说其他的表演艺术的 恐怕也没有经过作者直接的授权 都是一个比较意念上的改编 所以当Netflix买下这个剧集 但是他们也release出了一些剧照出来 就是说我们好像并没有太多机会 可以用视觉的角度去看马奎斯 特别是百年古籍这本小说会是什么样的样貌 虽然我们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觉得这文字的那个力量 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脑中自然形成了 非常丰富而茂盛的这些画面 可是毕竟就是来自我们的想象 那如果它一旦变成某一个比较具体的符号的时候 那到底会是什么 所以我开始从这个点来去思考说 百年古籍以一个视觉系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书的封面 我们刚刚看到台湾曾经有出现过三个封面 包含最早的字文 后来的远景 然后再到现在的皇冠 但如果说各位如果打百年古籍加封面 这个字进去Google查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封面 甚至有一个国外的文学网站 还做了一篇文章 搜了一百本 一百种百年古籍的封面 然后它对每个封面都有些 它的一些小小的留言 所以从封面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你可以发现说 这是一个多丰富的 第一个当然是它因为销售太好 数千万本的销量 那个再版的次数跟各国授权的版本 多到不可深属 所以每一个不同国家 可能都有他们自己诠释封面的方法 每一次再版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的方式 包含可能他们觉得说 不管是一个对这个书的解释 就我们从他对这个书解释 我看到的是可能是上校 还是我看到的是吉普赛人 还是我看到的是黄蝴蝶 都有可能不同的元素 但是如果说是要很贪心的 想把所有马奎斯百年古籍元素 都装在一个封面里面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那我大概随便挑了一些 就是各个有趣的版本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些国家版本 你可以发现 我几乎看不太出共同感 就是它的封面的呈现的方式 我几乎没有看过哪一本文学作品 可以像百年古籍这样子 有那么丰富的封面存在 那在这里面我做最大这个 这个封面其实是马奎斯的初版 就第一版在阿根廷发行的时候 用的版本 但是它其实背后有个故事 如果人家看马奎斯自传的那一本书里面 它其实有提到 因为当时他原本 马奎斯跟出版社主义的是另外一个 墨西哥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来做这个封面 可是那个艺术家就是一直在印刷之前 都没有把稿子交出来 他们已经不得已必须要复印了 所以他们临时找了一个人来画这个封面 然后赶快能够推出印刷 那他画的是一个 下面有三个黄黄的这样子 一个热带的这种花的植物 可是上面就是那个西班牙的大帆船 各位如果说有看过 百年古籍这本小说的话 在非常前面的章节 就是那个 我永远没有办法真的 把他的名字讲得非常的完整 就是波恩蒂亚的第一代的 那一位他带领的群众 要去探访一个新的路的时候 在森林里面发现了这个 搁浅在森林里面的西班牙大帆船 那这个也成为就是说 百年古籍里面还蛮重要的意象 后来在这个文学网站所说 《一百百马奎斯封面》当中 这个帆船其实占比还蛮高的 他要成为就是蛮多封面设计师 就是说取材的一个方向 但我觉得这个帆船 当然也带有某一些意涵存在 所以成为就是说很多 书封爱用的素材 但是那真正马奎斯 原本要推出的封面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有出现 他原本的要给那个墨西哥画家 画的封面 后来还是有出 因为他答应了他 所以在出第二版的时候 南美洲第二个版本的时候 他就用上那个封面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 在这一堆封面可以猜得出来 哪一个是真正的 是这个 但是很有趣的 这个版本应该 这个左上角这一个版本应该是 所有目前大家看到里面 最抽象的一个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如果把百年孤吉 跟马奎斯的字拿掉的时候 你大概不会想到任何跟 百年孤吉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所以这位艺术家 其实用了把马奎斯 书里面很多一些意象 他变成是用一个相对比较抽象 甚至比较宗教性的符号呈现出来 然后做成 有点类似像是 对我来看有点像瓷砖 有点像是伊斯兰地区的那种瓷砖的感觉 然后有点令人晕眩感觉的一些图案 这是他诠释百年孤吉的方法 而且马奎斯为了表示对这个封面的尊重 他还曾经在打书的时候 拍过一张广告 就是他把这个书带他头上 表示对他的这个版本的特别的尊重 那另外的话可以看到一些元素 就是说如果从百年孤吉提出一些视觉元素 包含了比如说像这个 其实像这个封面是评价还蛮高的封面 这个封面本身其实他用了一个热带丛林 里面也有船藏在里面 也有蝴蝶 也有鸟 也有动物 就是他如果说你放大仔细看的话 就是他里面藏了非常非常多元素 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 他蛮反映的就马康多是一个 被丛林包围的城镇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百年孤吉 蕴含了非常多的故事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像这种热带丛林的概念也非常常见 那再来就是那个梅甲德斯 梅甲德斯这一位 这个图像其实在封面也是蛮长时间 而且有各种不同诠释的方法 而且看起来虽然说 他的书里面对这个梅甲德斯的 整个人的描述 但他有一定的描述 最后我看到几个用设计的 设计的书封的长相 其实梅甲德斯都长得还蛮像的 我相信这个对 对Netflix在选角的时候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用这个书的封面的这个方式去 选角应该就对了 但是呢也有一些 像这个也是梅甲德斯 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 去诠释梅甲德斯这个人 然后在这个呢 这个也很有趣一点 是他选择用冰块做的房子 作为象征 因为戴威大家看到就是说 对那个波恩蒂亚来讲 那时候他们看到冰块 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类的未来 将来冰块是可以盖房子的 他那时候提出像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一本就是用冰块做的房子 作为封面 然后当然像我知道这个版本 其实詹大哥有在导读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提过 这是日本的版本 他用了一种比较抽象的方式 但其实是看不太出来干嘛 但是也就代表说 因为百年故集本来就是一个 可以用很多种不同方式去解释 去诠释的一本经典作品 所以在封面上来讲 在视觉上来说 其实也给予创作者非常大的空间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很怪 比如说像这个画一只猪在中间 就是我记得猪在百年故集里面 好像没有扮演太 以动物来讲 就是家畜虽然重要 可是猪也在里面很重要 我好像没有特别觉得 所以那时候那个网站也特别说 就猪为什么是猪呢 而且它旁边还要画一大堆东西 然后这个是韩国版 不知道是韩国哪一个的版本 做成像这样子 但也是不是太能够令人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对收集者来讲 就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如果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很多人来收集 百年故集的封面 而且就拍卖市场来讲 这个封面跟这个封面 都是非常值钱的 因为它一个是出 一个是真正的出版 然后一个是他 马奎是在意义上 他所选择的出版 我觉得都非常珍贵 因为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 像这样子的书封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这本书来讲 这本它的文字所散发的视觉的符号 是如此的丰富 我们从书的封面 已经可以隐然感觉到 就是说它是有多庞大的视觉力量在里面 所以当我要从视觉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当时一直在想 到底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视觉化的方式来诠释 来解读百年故集呢 我想说如果今天要拍部 百年故集的电影 那我一定需要服装 我一定需要服装设计师 为里面的这些剧里面的人物 去做定装 当然我们看到Netflix剧集 已经发布了一些定装照 那些定装照大体上是 年代的设定有点像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那时候拉丁美洲人的穿着 所以大体上是以那个时代作为背景 跟地理作为背景去设定这些服装 但我觉得可以再抽象一点 可以不这样那么具象 因为我觉得百年故集我觉得有趣一点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 它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跟描述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超越时代性的 就它是你经过半个世纪现在看 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一个 真正完全叫做半个世纪前的作品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 待会我会再仔细介绍 这位Gucci的前创意总监 Alexandre Michele 这位设计师所设计Gucci的衣服 完全非常的 既具备超现实 也具备魔幻写实的成分 这个成分存在 我当时还曾经用CheckGPT查过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骗我的 因为你知道CheckGPT的答案 未必一定是真的 就是我把Alexandre Michele跟马奎斯 百年估计品一起输进去查 他就说魔幻写实是他们的共同点 因为Alexandre Michele在设计上 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 创意的视觉的元素 在他的服装里面 然后给人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之类的 所以如果CheckGPT说是真的话 那表示他跟我的感觉还蛮接近的 然后如果说如果有一个百年估计的餐厅或是酒吧或是饭店 其实马奎斯只是没授权 如果出现这一定会卖钱 这一定是一个卖钱的idea 我觉得他儿子搞不好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看起来他现在两个小孩是 很积极在卖他老爸的IP 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空间 要找一个设计师的话 我会找来自巴西的Campana Brothers 来设计这个空间跟家具 那后面我会介绍这位这一组设计师 然后如果要办一场百年估计的展览 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相信国外一定曾经出现过 可是如果说真的要办一场展览 然后需要有很厉害的艺术的装置的话 我觉得我会找那个 一样也同样是来自巴西的 Ernesto Neto这位艺术家做艺术装置 因为我在后面会介绍就是为什么 这些这三位其实他们在设计上 各方面所呈现的视觉 都未必直接跟百年估计里面所描写 比如说黄蝴蝶 黄色的花 帆船 或是说祈普赛人 甚至像是里面描写的那些各种 像炼金术这些东西有直接的关联性 因为那种是直接性的符号 但我希望我们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让它再更往上升一层 变得更超现实一些 在看待这些元素 那当然如果今天在上面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要办开幕的派对的话 那就一定要找到日本黑幕商店的 百年孤独烧酒来做sponsor 这个烧酒我相信很多人喝过这个酒 但没看过这个书 当然就是说这个书的名气 就普遍以地球上人类来看的话 书的名气应该大过这个酒 但对在餐厅在日本的居酒屋 或是餐厅在点酒的时候的人 现在很多人可能我们只是 哇这个酒的名字还蛮酷的 可是你未必真的看过这个书 但我觉得有趣一点就是 其实这个黑幕商店还蛮有趣 他们有出另外一款烧酒 叫追忆四水年华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一个 很会称这个文学名作的一个 一个酒厂 那百年孤独的这个酒 其实你如果喝起来 你真的会有百年孤独的感觉吗 老实说它其实就是烈酒 就是蒸馏烈酒 白色烈酒 喝起来还蛮辛辣的 那你真的说层次 可能跟一些很好烈酒比 我觉得也是有一段距离 但我觉得有趣一点就是说 他们做那个追忆四水年华 其实跟百年孤独基础的酒 几乎是一样的 它差别只是加了一些 樱花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弄得比较有点粉红色 就变成追忆四水年华 所以这个在意义上来讲 不知道这两个书 难道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一个比较粉红 一个是透明的状态吗 不是很确定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刚刚我也跟詹大哥聊到 就是我觉得百年孤独基 这个书很有趣 就是我相信来到现场 在座的各位应该是 对这本书都可能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是这个书的粉丝 甚至可能看得都不止 看得很多次 但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是未必真的 不管是可能没看过 或是翻两页就看不下去 这样子的人其实我觉得相当多 所以很多人也许像我刚刚提到 他可能喝过百年孤独的烧酒 可是没看过这本书 或是听过王妃唱的百年孤独基的歌 可能可能没有看过这本书 都有可能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趁 这本书的热度呢 就是你可以发现百年孤独基 是一个很多 不管是商业的品牌 或是说其他的创作人都喜欢 以他作为一个标的去做发挥 所以就算在做 我相信做这个酒的人 或写那个歌词的人 他们还是对百年孤独基 我相信他们看过这本书 知道这个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我觉得对于没有看 就算没有看过 你光听到名字 比如说你看到像日本 这个百年孤独的烧酒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有一种 让人觉得很期待 里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就跟这本书一样 这本书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单纯在看 在看这个封面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也很难理解 里面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当你展开之后 当你打开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读下去 你就发现有一个非常 很特别的一个 很奇幻的世界 在你眼前展开来 那我相信这个 然后它的面向之多样性 之丰富 这可能也是 就是那么多的商品也好 品牌也好 会想要以它的名字 作为主题去做致敬 所以这是一个 就文学作品来讲 我觉得相当的有趣 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也发现就是说 因为魔幻写实 并不是马回斯发明的一个风格 它在更早其实就已经 就已经在 可能在艺术领域 就诞生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一般来说 大家觉得魔幻写实 会诞生在拉丁美洲 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拉丁美洲 是一个充满了压迫 集权跟独裁者 这样子的环境下 然后创作者 藉由不符合现实的手法 然后突破了传统的限制 所以拉丁美洲 会成为魔幻写实的卧土 但我觉得很有趣 也就是说 在百年估计 问世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 我反而觉得我们在前面看到 所谓魔幻写实诞生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是 魔幻写实诞生的卧土 但我的这样子的论点 我是觉得因为 跟网绩网路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各位知道 我们在网路刚诞生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 要改变人类 而且是充满了光明面向的一个发明 然后所以到2011年 比如iPhone跟social network出现之后 也完全改变了我们沟通模式 但我们现在如果回头来看 网络我们当然觉得少不了 我们也少不了行动电话 我们甚至少不了social network 但是我们其实是用一种 很矛盾的心态来用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又没办法拒绝 我们又没办法拒绝这些 科技的service 但是我们又觉得它对我们的 生活人生人际关系各方面 其实有很多不管是证明 甚至负面影响同时都存在 甚至比如说像 类似像Facebook这样 这样子的service来讲好了 就是说它原始的初衷 发明的初衷是 要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透过social network的方式 拉近距离 可是因为用演算法 或者各方面的原因 就反而变成我们是 应该是让更多人可以理解 让人可以理解更多人 可是现在我们反而 在进入social network时代的时候 我们是没法了解更多人 我们只了解我们旁边的人 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人 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 我们是无法理解 甚至认为他们是异类 是很奇怪的人 是不对的 所以反而人跟人之间对立 比以前更多 比以前没有网络时代 没有social network时代 其实是更多的 所以我觉得在 然后在生长在这个时代 就是说特别是90后 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 他们是所谓的迁徙时代 他们就是完全成长在 就是这个IG TikTok这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想法其实也跟 他们的上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想到我之前曾经在 那个Apple的 Apple TV上曾经看过一个电视 一个纪录片叫做1971 那部纪录片其实在谈到 就是说1971年 用音乐改变世界的一年 也就是说在七年代 其实也是在二次大战后 第一次就是说出现一个 年轻的一代 他们完全对所谓战后婴儿潮 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 反对的立场 因为当时其实各位也都知道 在欧洲跟美国 发生了非常多 就是各种 不管是反战的运动也好 或是就是黑人民权的运动也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相对是一个比较动荡不安的 甚至有种说法叫做 不要相信任何超过40岁以上的人 所以他们是对父母代是提出一种 非常很截然不同的立场的一个时代 当然那些所谓的嬉皮也好 或是说七年代那些年轻人 后来他们也是一样 还是被这个社会所收编了 进入这个正常的社会的规则当中 但是在你可以 我们可以发现在每隔一段时间的 Generation都可能会经历一个 相对比较强大的断裂 那个断裂是一个不叫做什么十年一代 而是说它会有很多根本价值观的一些不同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的 所谓的迁徙世代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呢 他们可能已经没有 不是用音乐 不是用电影 甚至也不是用文学去改变这个世界 他们是用消费去改变这个世界 用消费去展现他们的力量 因为他们有可能是现在各个世代当中 最愿意花钱的世代 因为他们是最愿意花钱的世代 所以对各品牌来讲 对商业上的机构来讲 就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你不能不听这些人的声音 所以呢 然后在这些 在这些各种趋势当中 我觉得最能够看到市场潮流风向 应该就是fashion产业 那根据这个调查 最受迁徙世代欢迎的时尚品牌 事实上它不但是 最受欢迎的时尚品牌 而且是最受迁徙世代欢迎的 十大品牌其中之一 因为迁徙世代可能欢迎Netflix 欢迎Apple 但是Gucci这个牌子 是在前十名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 对Gucci这品牌 我相信就算你们没有买过 没有用过 一定也听过 就是大家不会对这个品牌陌生 你觉得Gucci这牌子 跟千玺世代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1921年创立的经典品牌 就很久已经有100年的时间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属于是非常的古典华丽 像各位看到那个右下角这照片 很像是格力斯跟格力斯凯利 或是那个贾桂林欧纳西 是这样子的那个 上流社交民园 或者贵族们会用的服饰 那这个品牌呢 后来也 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 其实发生很多的精品 都陷入一些过度授权 然后整个品牌的形象 变得相对变得非常不稳定 那甚至他们家族又发生 很多一些各种 珠门恩怨的一些事件 后来还曾经被拍成 House of Gucci这部电影 那里面甚至磨砂 什么这些事情都出来 所以品牌整个变得一团糟 后来被法国的开云集团 给收购下来之后 重整 然后他们找来的这个 左上角这位叫Tom Ford 这位帅哥 来担任设计师 Tom Ford在九年代后期 接手这个品牌之后 以一种就是很奢华 性感但又极简的风貌 去呈现这个品牌 重新的打造这个品牌的形象 让这个品牌重新回到 就是说时尚精品的 就是一线的时尚精品的位置 那所以那个年代 可能就是大家听到 Gucci啊 Prada这一排都是意大利 Armani都是意大利 非常非常一线顶级的品牌 那Gucci完全是在Tom Ford手上 变得是一个浴火重生的状态 但各位知道时尚界 就是一个非常喜新厌旧的产业 所以几乎没有哪一个设计师 可以永远的站在 待在那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Tom Ford当时 他所成功的风格 慢慢的就是说 可能在市场也厌倦了这个风格 所以呢 品牌又换上了一个新的设计师 叫做Fridar Gianni 那这个Fridar Gianni 他大体上是承袭了 那个Tom Ford的风格 然后但是做了一些些微的调整 所以商业上也就维持了 还是有一定的成绩 可是这时候 其实品牌慢慢已经开始 就2000年之后 特别到2010年之后 已经开始陷入一些 就是面对所谓的 我刚刚讲到世代交替 因为在名牌精品消费 这块市场里面 2010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第一个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千奇世代是目前 最会消费的一个世代 还有一点就是 New Rich国家的出现 因为这些New Rich国家 包含可能俄罗斯 中国或是中亚 或是中东一些地方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新富国家 新富国家 他们就是有钱了之后 也想要用这些精品的名牌 来代表他们自己 或象征他们自己的财富 可是他们的消费习惯 跟他们喜好的模式 其实跟以前是 跟其他的国家是不太一样 像我们看到比如说 欧洲啊 日本这些比较 更走在前面的国家 他们都已经见到 所谓后精品时代 所谓后精品时代 就是他们已经不太 需要那么大logo啊 那么明显的方式去证明说 我买了这个名牌 但是对于这些 New Rich的国家来讲 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需要的方式 又跟以前其实不太一样 特别对这些千奇世代来说 我就说OK我要logo 可是我要不是那种很蠢 只是把logo画在上面 我要一种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不要跟我爸妈一样 就是我爸我妈会买 就是我不会要 最好是他们讨厌的 他们讨厌之后我就要 所以他们有一种这种 千奇世代消费习惯很有趣 特别在名牌精品这个领域 就是它有这种反动性存在 所以有时候对我们这个时代 会不太有了解说 因为我自己在GQ杂志 就是工作很长时间 接触很多fashion的东西 有时候看到一些流行 我们都会很差异说 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 他很丑啊 可是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说在网路上 可能会被攻击说 你就是老人啊 你就是不懂 就是说我们要是什么 我想说 以前我爸妈会这样跟我讲吗 就是这个世代的断差 我发现就是在 在这个2010年之后 是真的非常非常明显 因为出现很多在以前我们来看 真是不太可思议的设计 可是现在可能会是畅销的保证 当然在这一堆我们看起来 有点看不太懂的 或是觉得有点怪怪的设计当中呢 我觉得 还是有一个我觉得 非常非常值得一提的人 这位长发男子 身作Mikele 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在 我刚刚有提到吗 OK 就是他在 他 他其实是一个 他在Gucci其实工作很长的时间 他在Town4时期 他在90年代末期 就已经在Gucci工作了 然后他就是从 比较小的这种助理设计师 慢慢这样做起来 但是一直到 经过Town4 经过了Town4后面的那个 Frida Gianni 他都一直担任是一个副手角色 或是配件部门的总监之类 他从来没有真的上到台面来过 他就是一个助理型的角色 那他为什么会 冒出来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带来的业绩成长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这位为什么这样的本令 其实当时就是 Frida这位设计师 在离开Gucci的时候 离开了有点匆忙 那他当时留下了一些设计 可是接下来马上就准备要 要那个 时装周就要到了 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些工作 要有人可以继续把它完成 那这时候如果找外部的设计师来的话 当时对他们来讲 这种大牌子 其实都会找外部设计师进 可能会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外面更厉害的设计师可以进来 可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人觉得说 外面设计师不太愿意接这种别人 已经做一半的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往内找 往内找就看到他 因为他其实在公司 在集团其实蛮资深的 他已经做蛮久了 可是以前一直并没有真的上台面来 他们就当时的总裁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可是我只给你五天的时间 你要在五天做出完整的 就把这个男装的这个collection给做完 那其实五天要做完 因为以GUSH这种牌子的话 大概套数可能都要到五十套以上 就是他套数其实很多 他不是十几二十套就可以混过去了 所以套数其实蛮多的 但是他接受 他接受这个挑战 其实对于对于做服装 对于做fashion design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你有可能一辈子 就只能当助理设计师 因为上面的老板 always可能空降部队 可能不会轮到你 所以你要在里面能够跳出来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而且我相信各位如果看到 后面他的设计 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 早就准备好的人 他只等待机会到他面前 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机会给你 可是如果你把握不住 他还是就会走 机会来可能又走 可是他是一个 我总觉得他可以在五天之内 把这个男装的collection做出来 他可能在之前不知道 已经模拟多久 他脑中其实已经有一套 很清楚的思考 我应该要设计什么样东西 但是当时他的思考 是没有办法得到 那时候不管是Tom Ford 或是那个Freda的认同 或是那时候也 整个环境也不容许 这样子的设计 但他就用这一场秀 就成功的将过去的 Gucci的形象完全的扭转 然后进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之后的每一季 他大概总共在Gucci做了 我记得好像七年到八年的时间 他在去年正式离开 他结合了非常多非常特异的 不管艺术啊 哲学啊 文学啊 音乐啊 各种复古的元素 各种动物的 昆虫的 植物的元素 然后进到他的衣服设计当中 就跟马奎斯的 百年孤爵的小说 是如此的丰富 令人目不暇忌 那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他接手那第一个 那个collection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 应该算是预告 他未来七年可能会做的事情 包含呢 就是说他把一些所谓的 性别流动的概念 带到他的服装设计当中 所以他在男装 引进了非常多蕾丝 一些比较阴柔的元素 进到男装里面 像这样子一种 就是说比较阴柔跟女性化的元素啊 在以前也不是没有设计师做过 但是通常是不太可能 能够得到主流的回应 就是说你们设计师 就喜欢搞一些怪怪的东西 可是呢 我刚刚提到千禧时代就是 2010年以后崛起的这一批 千禧时代 他们的 各位应该知道就是说 比如说台湾的同婚法规 可以通过 我相信那也是社会 要在某一种程度的共识之下 才有办法通过 像这样子的法规 大家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对千禧时代一样 他们是一个更重视 比如说性别的平等 更重视比如说环保的意识 或是社会的公益 像这样的事情 这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特质 因为他们成长在这个时代是 没有什么战争的情况 然后他们是在一个富裕的环境 之下长大 所以他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公平的情况产生 所以到现在2020年以后 大家对不管性别天 我应该说性别流动这件事情 已经是变得是非常非常的频繁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性别友善厕所 像这样子的安排出现 这应该都是在十年前 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Alessandro McKay的 他的设计能够获得那样的成功 我们刚刚讲 他的营业额上涨 可以成长那么多 然后他甚至在开云集团 他成为光开云集团这个集团 他底下有包含YSL 包含很多一些品牌在里面 他估计就占了一半的业绩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在销售上也证明他其实是成功的 所以代表说他是在一个对的 我们目前的整个消费的环境 因为前起世代 他们的价值观得到主流的认同 所以他才有办法展现出这样的业绩出来 那除了我刚刚谈到这些 性别这方面的东西来讲 我想特别再谈到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一点 就是说讲到所谓世代的一个gap 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百年估计里面 可能会常看到关于 比如说魔幻写实有一种 到底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 什么是原版 什么是抄袭 其实原版跟抄袭这两件事情 在艺术界也好 或在时尚界也好 一直都是always会引起一些话题 对时尚品牌来讲 他们对logo的捍卫是不遗余力的 因为logo很值钱 所以谁敢down他们东西 他们花那么多钱雇了律师团 就是专门打中官司用的 一定是要告到底的 不管这个官司能不能打赢 但他们一定会 就是稍微有一些 好像冒犯到他们 侵犯到他们 他们都一定会去告 但这个很怪很妙一点 就是在纽约有一个街头艺术家 叫做Trouble Andrew 他本身是一个Gucci的粉丝 他就是也会展现一些 类似行为艺术的东西 他会披一个那种仿冒的 那种就Gucci有那种双击logo毯子 然后盖在他的身上 然后在街上乱跑 拍一些那种video下来 然后po在那个网路上面 那就被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那个Gucci的logo 然后做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应该是有侵犯 这个品牌logo的权利 所以后来这个品牌 也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街头艺术家 做这件事 那要不要采取一些法律行动之类的 那后来那个Alexandre Mickey就说 他发现说这个还蛮酷 您可以安排我 安排我跟这一位人碰面吗 所以后来他们就碰面了 后面之后他不但没有要告他 他说我们来合作吧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太酷了 我们自己的设计师做不出这东西 我觉得你的那个所谓的 仿冒感或是破坏我的logo 你想要破坏我这个logo的方式 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像这种就对这种高级的品牌来讲 通常他们都会让自己的logo是处于一种 就是比较高级 比较elegant的状况 可是Alexandre我却不这样想 他觉得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logo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当时那位这位andrew先生 因为他批的那个毯子在身上 就在西方就是像鬼 所以当时有人就他自称自己叫做 goochie ghost 就是古词鬼 然后他们就真的开发出一个系列 就叫goochie ghost的系列 这就变成正式变成这个品牌的一个系列 而且他直接上到伸展台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家伙本来被大家认为是一个 就是说在街头玩一些那种仿冒游戏 可能侵犯品牌logo权利的一个人 他不但没有被告 他反而还变成是品牌合作的一个合作方 而且他们一起办展览 然后甚至就是说这些 他画这些各种有了没的涂鸦 还成为店的主要的一个video的icon 然后甚至在伸展台的秀里面 也直接某些衣服就请他用喷漆去改造他 所以像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现在来看 就他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几乎没有名牌敢做这个事情 因为太大胆了 可是他这一系列就是说 在市场是那种卖宝 非常畅销 你知道他对那些 为什么前几世代会那么爱他 就觉得说太好我爸妈不敢做你敢做 我爸妈一定不会去买这样子被喷上 那种像鬼一样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就是我的爸妈可能会去买 谷曲的竹节包 elegant的 但他不会买那个竹节包上面去喷漆的 那喷漆就是我要搞的 可是我自己喷可能喷不好看 你们把它喷好一点我来买 所以这一点 这个意思我觉得代表一种就是说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环境的改变 然后他把所谓的 所谓的就是 原版跟 所谓原版还是盗版 还是那个抄袭这件事情的界限都变得模糊 所以我觉得 界限模糊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Elecindor Michele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都是在 把各种界限模糊 不含不同时代的东西的 不同元素 包含比如说 像他们可能会把一些 美国一些很流行的元素 也可以加到衣服上面来 而且他们其实会把很多就是所谓的 其实是蛮小众文化的东西 他可以直接把它摆到主流舞台上 包含就是说 有一次他们是用 用那个 以那种手术 把整个身载弹变得像手术式一样 然后model都是那种提头来剑的状态 就是他就帮每个model都做好他的头 然后就走秀 但他有做他自己的人头这样子 那他这个秀 但是他有一套 非常他的哲学的一个理论 在后面说为什么他要 就是要提的人头 甚至包含他在前年吧 他有一个秀是非常非常 也非常震撼 是找了数十位那个 那个叫双胞胎模特 就全部长得一样的 然后就一对一对这样走出来 因为他也探讨就是 人的双生之间的关系之类的 或是说像看到比如说 他也可以在 就是提着那种米老鼠的头而已 把它变成一个包包 变成真实的商品 他就跟迪士尼合作 那这样的时候就说 他有点creepy 有点诡异 然后但是又也还蛮华丽 还蛮luxury的 然后形成这样的气氛 可是这样的气氛 却在市场上是可以得到认同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 我记得在若干年前 当时我去佛伦斯的时候 拜访他们叫做Gucci Garden 这其实就是Gucci的一个 算是他们的一个博物馆 里面展示了就是说品牌过去的一些 整个百年来的历史 那其实那整个空间 当然都是那个 Alessandro重新都处理过了 他也就是说用他的方式去诠释 所谓他对Gucci的看法 我一直觉得他在用那种大量的文艺复兴 这种比较很极凡的这种 Pattern跟这些设计的东西 然后去加入很多 加入很多他的幻想 就是说这些古典 这些不同时代 这些怀旧的东西 其实他们在撞击之后 产生的新的力量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也让Gucci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那对千玺世代来说 他们要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这很特别 我觉得他可以不用按牌里出牌 不管那个设计师背后 他有什么样的概念 这一点我觉得当然跟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 今天你看百年估计这本书 如果多看几遍 像我因为有机会在 不只在看一遍之后 我当然我觉得 你慢慢可以更了解 那个马奎斯他的脉络是什么 可是他第一次看 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有人就升天了 怎么会有那种什么 血可以这样子 爱怎么流 就怎么可以让他自己一时去流动 就是或说怎么可以下雨 怎么可以下四年 就是这些很超乎现实的描述 可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 不管是文学 艺术 时尚 这些不同领域可以延伸我们的想象力 因为魔幻写实本来就是对现实的一个反动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些很魔幻的很超现实的描述当中 其实又对应了现实我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曾经买过一个他们的包包的产品 他用很漂亮的纸盒装起来 那纸盒上的图案大概就类似像这种 因为他们当时也找了一个欧洲很擅长画中文艺风格壁画感觉的艺术家 画这样的图案 所以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就说 这就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点文艺复兴感觉的画 但是仔细看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像我那个盒子什么 上面还有那个iPhone的充电器之类的 它就藏在这个所谓的古典画当中 所以这个是他们 我觉得他在这些 就是说我们所习惯的某些元素 他要加入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来讲有点像是 我觉得Alessandro甚至好像有一个超大的一个那种 像巫术的一个钢 他可以把那么各种不同的元素丢进去一起熬煮 然后煮成一锅属于他的东西出来 那我这边他也曾经就接受访问 想到就是说他喜欢这种传统工艺的华丽 但是也试图在找寻属于街头的古怪时尚灵感 所以他其实也加入非常多街头元素在里面 像之前看到那个Gucci Ghost 而且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历史背景的话 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老东西启发的人 而且他我觉得很有趣 他对未来完全没有兴趣 他觉得那根本不存在 他喜欢高级定制服 也喜欢古著 还有街头风格 他觉得把这些风格都混在一起 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在很多采访 他甚至讲到说 他不觉得他自己是服装设计师 他觉得他自己像个考古学家 去把各个年代不同的东西 然后混合在一起 这点我觉得非常 就是所以大家在看这样的风格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百年Gucci 如果说他在拍成一部电影 如果电影里面的人是由像那个 Aliceo Mikkel担任服装指导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出来的服装的样貌 一定会跟只是设定在那个年代的人 比如说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他可能会有一个那个年代的base 就像我们看到某些 他带有一点古典的base存在 可是他会混入更多新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看百年Gucci 假设虚构这部电影存在的时候 你们会得到一些很全新的感觉 他有更多跟现代这个时代对话的可能性 而不单纯就只是发生在这个时代 因为对这本小说对我来讲 一直不单纯只是一个在摩根年代发生 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在发生状态的作品 好 再进入下支 我们要点第二支箱 还有 老师 一开始的哭 老师 你开诗的时候有点像吗 不一定看狀況 沒有一定要點 味道 味道其實還滿重要的 然後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說今天要開一個 如果說他的IP要發展飯店 餐廳 咖啡的話 我就會想到這個 Campana Brothers 其實在百年孤級 當中出現的傢俱 大多數都是被破壞 各位有沒有發現 要不然就是那種瘋狂的作愛 就把它全部搞爛了 要不然就出現一個那種力量 超大的那個難的 就是所到之處的東西 全部都粉碎 要不然就是因為雨季過後 然後超大量的白蟻 就不停一隻豬一隻豬 然後把所有的木頭 全部吃光光 然後就變成粉末了 所以在百年孤級當中的傢俱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一種 是專門要被破壞而存在的一個道具 當然我們如果今天有這樣子一個IP 不能讓這東西那麼容易被破壞 它應該要被好好的呈現 才對 那我這邊有提到一個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 這些傢俱 就是我會覺得比如說 奧雷里亞諾波恩迪亞上校 坐在這個菲巴拉Chair 我覺得會非常棒 待會我會介紹這張椅子 然後佩特拉科提斯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在裡面扮演 她是一個很性感和美艷的女人 我覺得她坐在這個Animal Chair上面 會非常能展現她的魅力 然後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柯提斯又是一個所到之處 動物就會不斷一隻繁殖 一隻繁殖一隻繁殖的人 所以這Animal Chair很適合她 或是那個升天的美人 雷梅蒂斯 躺在這個波拉Sofa上面 大家有看到波拉Sofa 應該會知道說 為什麼她會很適合躺在這樣子的沙發上面 其實從大家發出惡的聲音 就會覺得這真的是家具嗎 這些全部都是我在販售家具 不是說只是道具或是概念版本 是真的都會拿出來賣的家具 其實來自這個巴西的這個Campano Brothers 其實他一直在工業設計界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存在 他跟大多數我們所熟悉的 這些歐洲或日本的這些設計師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他們也提過 因為他們在巴西長大 這對兄弟 他覺得巴西是一個 融合了非常多自然的資源 或者說種族 甚至包含了就是氣候各方面 所以他覺得他們是 巴西是非常密實的國家 他們從小生長在這個環境當中 他們覺得 所以他們的想法 他們可以呈現出來很多很 看似矛盾但又可以融合出來的東西 另外一點我覺得跟 就是我覺得赤道經過南美洲 對於南美洲影響其實蠻大 就是應該說整個赤道經過 可能也經過東南亞 經過非洲 可是因為經過東南亞很多都是海島 經過非洲都是沙漠 大概只有經過南美洲 這段是貨真價實的陸底 所以這些赤道這些周圍不管在南邊或北邊的國家 我覺得他們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上面 或是說一些美學的觀點上面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溫度都讓人覺得非常炙熱 因為我覺得這個確實跟他們生長地理背景是有關係 就好像Kepana Brothers他們就接受採訪就說 不是每個人都要像北歐那麼極簡 就我們也可以做像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覺得我們就是有點怪 但我們是很正面的怪 不是那麼讓人覺得看起來很討厭的怪 所以我覺得這個南美洲拉丁美洲的氣候本身 我覺得對他們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可是我覺得他們也不是單純的一般的工業設計師 設計漂亮的一些器皿或是家具 其實我覺得他們成長在 因為巴西是一個貧富很懸殊的國家 他們就是社會的矛盾其實也非常非常多 其實這對設計師一直在他們的設計當中去反映出像這樣子的議題 他們其實跟蠻多就是歐洲一線的大品牌合作 可是我覺得他們其實算是非常堅持所謂的巴西的傳統 對於社會啊 文化啊 工藝啊 環境這些議題 其實他們都會提出他們的看法 但我覺得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傳教士 因為如果是傳教士做設計 也讓人覺得好像太文以再道的一些 我覺得他們的 對我來講就跟百年孤寂的小說一樣 就是他們都有一種很拉丁那種很強烈的感官性存在 所以你一看到他的這些家具的時候 你會覺得天啊 這完全就是那種感官感 就是你不會覺得就是一般的一個椅子 一般的沙發 他的造型甚至有時候 你有一點點不知道該怎麼去使用它 但是你了解他設計原理 你會覺得說原來是這樣 他真的是非常的了解他為什麼 他的邏輯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到這個波恩迪亞上校 很適合坐在這個椅子上面 就是這把椅子其實就非常非常有趣 他是幫意大利的一個品牌叫Aedra去做的 那當時他們去設計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細部的部分 其實它是有很多小的木片釘起來的 甚至連這個釘子都在 釘子都在的 你會覺得一個就是意大利名牌的家具品牌 然後推出像這樣子的椅子 上面還有釘子 這把椅子隨便一賣可能是三四萬台幣 就是這樣子架為椅子 做成這樣子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當然我相信對這個Campana Bras 他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們更把這個設計當作是一種藝術裝置的展示 只是碰巧這個藝術裝置 是可以當家具來做的 他並不完全是把它當 只是用家具的狀態來看待 所以他會這樣子做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巴西有很多拼民窟 那拼民窟的違章建築 對那些住在違章建築的窮人來講 他們的房子就是到處看能撿到什麼東西 就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把它搭起來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個在台東不是有一個 那種叫做會移動的霍爾城堡 那個老兵就是到處撿各種有的沒的那些板子啊 帆布啊拼起來的建築 就像那樣子的東西 可是這個那樣子的建築在 對巴西來講是很普遍的 在他們大城市的邊緣 就是完全就充滿像這樣子的拼民窟 當然就是這也是南美洲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南美洲比較多的發展 都是沿海的城市 你說像聖保羅啦 里約熱內盧這些沿岸的城市 但是會先發展起來 接觸比較多外來的文化 然後就變得相對比較富裕 可是他們還非常廣大的內陸 你可以想想看巴西的內陸更是 雨林啊什麼這些地方 那那些身在內陸的人 其實他們不管受了教育或各方面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達到 像城市人的這樣的競爭性 可是因為城市有工作機會 所以這些人會被信到城市 但是他們又沒辦法真的負擔起 城市這樣高昂的居住成本 所以他們就會居住在城市的周邊 那這些周邊就形成所謂的貧民窟 巴西的貧民窟其實那個範圍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大家如果看一些新聞也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的警察在貧民窟裡面 跟那些犯罪分子或獨銷在對戰的時候 就幾乎好像跟那個當年的中東 那個尼巴那個貝魯特沒有什麼兩樣 就是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狀況 那所以可是巴西事實上有錢的 如果看聖保羅或里約日內魯城市 他們蓋了一些新的一些建築飯店 好的餐廳其實非常非常棒 完全不輸歐流歐洲一級的這些城市 所以它就是一個那麼充滿矛盾的地方 他Campana他們想要讓世界看到說 巴西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巴西也許不事實上你想的就只有Bossanova 然後就是有里約海灘上面這些比基尼的辣妹 巴西有這樣子的一面 他們希望透過用家具設計的方式 去表達出這個觀點 那我覺得跟這個伯恩迪亞上校就是說 他發起了幾十次的戰爭 為了革命 為了對抗這些東西 他希望是為一些就是說人民去發出他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給他來 是給他作為座椅的話 我覺得他其實有一些蠻多 形而上的意涵存在 然後這個一看就很 很適合就是那種 一個美艷的女性躺在上面的沙發 這個叫做Bossanova也是幫意大利的AZRA做的 那這個概念其實它基本上 它其實就是一個120米長的管狀物 然後這樣捲出來的 但是它捲出來不是你自己捲喔 它做好就已經是這樣子了啦 並不是你自己送個120公尺的管子給你 然後你自己回家捲 這裡面它就是說 它裡面其實填充物是人造纖維 然後表面是這種熔布的材質 那我覺得有趣一點應該說 它在繞這些像蛇 這管狀物在纏繞的時候 它所形成的高高低低的這些東西 本身就扮演類似像靠枕 或是靠你的腰部或背部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選擇任何一種 你覺得舒服的姿勢去做它 但是它並不是藍骨頭 藍骨頭就是一坨 它只是人陷進去 它這個是有若干種不同姿勢 都可能會在上面是成立的一個沙發 而且它又選擇用熔布當作 熔當成它的表布 又更添了某一種感官性 就這個沙發是沒有人躺在上面 光你放在這空間當中 好像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性暗示在裡面 就是這個沙發到底要幹嘛 到底誰會把像這樣的家具 放在客廳的中間呢 所以這樣子的沙發 我覺得如果說以百年估計的這個 IP的事業來講 它的主題的旅館 我覺得應該要出現像這樣的沙發 是非常能夠反映百年估計 衝刺了各種就是非常魅惑的這些場景 因為它是一個 你不需要太直接去講百年估計裡面發生的這些 跟性有關係的事情 光透過這個家具 你就已經可以感受到這樣子的意涵了 我應該要再看一下這個 等一下 我另外想講的是這個動物椅 我當然覺得那個 Cody Starr 用它做 因為它對動物的繁殖能力實在太強了 所以這個動物椅非常非常適合它 其實他們其實做了一些基礎的椅子 像這個用繩索編製的 或是像動物椅 它的基礎的架構都是固定的 它是一個固定的基礎架構 然後上面可以裝不同的東西 事實上他們也有跟像 比如說 時尚品牌像Fendi合作 然後把Fendi那個 他們的吉祥物娃娃 然後給坐在這個椅子上面 所以這個椅子它有變出 非常多種不同的樣子 甚至有一些它是為了一些 要籌措一些慈善的一些款項 做了一些limit edition 它是為了 比如說巴西有一些 特定的團體做募款 使用的 所以說這對兄弟 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甚至還包含有一些 他們跟 因為他們已經有能力 可以跟這些國際一流的 大的品牌合作 像我曾經看過 他們有一個作品 是跟法國很有名的 水晶玻璃品牌 叫Bacara合作 它做了水晶吊燈 可在水晶吊燈 它在外面用了很多竹片 把它圍起來 那個竹片是來自 巴西的傳統工藝 就他覺得他們有這個 他們有這個位子 可能可以幫巴西 讓世界更了解巴西的人的 社會的狀態 或是說巴西的 這些手工藝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風貌 或是巴西當地的一些 自然的材質 然後運用這些自然材質 用在他們的設計或裝置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對兄弟 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既呈現了 所謂拉丁美洲的這種感官性 但是我覺得他們用這種 很感官的這種設計的 設計美學 又能夠把一些很社會性的議題 給帶出來 然後可能更常在 百年孤級出現的家具 應該是吊床 但是百年孤級裡面出現的吊床 大多數也都跟性有關係 就是大部分就可以在上面 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或是因為過分激烈 然後那個吊床就被撕爛掉這樣子 就是這個在故事裡面也很常出現 當然啦 吊床這個家具 因為原本它就發源於加勒比海 就當地的原住民瑪雅人 他們就是用編織漁網的這種手工藝 然後就是編出這樣子的床 然後吊在樹幹之間 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大家很清楚 像加勒比海這個地方 蛇會亡量 就是地面上這些蟲啊蛇啊超多的 所以你吊床 睡在吊床上面相對一定是比較安全一些 記不記得 在那個百年孤級快要結束的時候 那兩位就是奧雷里亞諾跟阿馬蘭塔烏蘇拉 那時候他們已經在全家裡面 搞了這樣天溫地安的時候 曾經還把那個 那個唐治水蜜桃也塗在身上 你看這個畫面非常的限制起 然後因為塗在身上 差點被紅螞蟻給吃了 因為那時候那些螞蟻已經到那種 就是完全是跟人已經在爭奪他們的領域的境界 所以吊床對拉丁美洲有多重要就可想而知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忽然來科普一下吊床 就是吊床呢 因為我個人對吊床還滿有興趣 為什麼呢 可以 因為 這是我家 我家有吊床 而且這是我進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當他還在家圖四壁的時候 我第一眼浮現的形象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牆面之間 剛好可以架吊床很棒 所以可以租下來 OK 然後我們再來科普這四個類型 其實因為台灣男人對吊床就是 可能我們在很多戶外活動可能會用到這樣吊床 其實大多數戶外活動用到的 可能都是像這個 所謂的馬雅吊床是用尼龍繩編製而成的 因為它最輕便好攜帶 但是它的問題是就是它會太緊 你會忍而被擠在裡面 就是說有時候躺久了不是那麼的舒服 然後或是說在南美洲那邊也有一些 就是特別加勒比海有一些用 現地取材的植物編製而成 像棕櫚葉就很有當地的一些風味 然後再來一種我覺得是很浪漫的是這個 尼加拉瓜的馬賽亞吊床 因為它等於是用這個 原先的墨西哥吊床去改良 基本上它就把尼龍繩換成棉繩 因為換成棉繩之後 其實它的膚觸感覺是不一樣 而且非常重要一點它的兩端 另外用木頭的桿子把它撐開來 所以它基本上會是一個相對比較片狀 而不是一個你躺上去之後 不會整個人好像被擠在 被太過分的壓迫在裡面 所以這個吊床其實現在也非常受歡迎 但是就是說它收納起來 就沒有像墨西哥吊床那麼的方便 跟在委內瑞娜跟哥倫比亞交界的瓦遊人 他們是非常會用彩色編織布的記憶文明的 那他們的吊床就是一整片布的 是整片布的形式 那就像是這個白年古籍書中提到 會被奧雷里亞如果撕成一片片的 我在想如果說是網狀可能它就撕不破了 網子應該是比較難撕的 布是比較好撕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布狀的 其實布狀的躺起來相對來講 可能透氣性沒有網狀那麼好 網狀其實透氣性會好一些 可是布狀的其實就是說它 當然躺起來 因為整個包覆性來講的話 會更舒服一些 而且這個瓦遊人的 他本身的資的這一點 各位可以發現說這個吊床 就是說它本身就像是一個很精緻的 工藝品一樣的感覺 所以吊床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不過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講完那個Campana兄弟 他們很具有那個社會性 然後又忽然講到吊床 其實吊床只是鋪一個哏 好 我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百年孤集要辦一個藝術 要辦一個藝術展 我需要找一個策展人 或是說有什麼藝術作品 是可以代表百年孤集的感覺 如果說今天我們去Google上面查 百年孤集加Art這種關鍵字去查的時候 關鍵字去查的時候 跑出來大概都是跟書的封面圖像差不多 就那些視覺性 那些視覺元素就從小說跑出來 但我在想今天你要測一個厲害的展覽 你不能夠那麼的直覺 應該要從這個小說中取出一些 相對比較形而上的一些符號出來 去做發展 才會是比較厲害的策展人 那我有一個巴西藝術家叫 Arnesto Neto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接觸這藝術家作品 在西班牙的比爾保美術館 那個Frank Garry設計的那個美術館 然後在這個非常巨大的挑高空間當中 然後就看到這一群像是 你很想形容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很古怪的生物嗎還是什麼 就是你不太能夠一眼 就是說直接用某一個言語去形容說 它到底是什麼 可是它又給予我觀看者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官感 就是這些被支撐開來的這些纖維類的東西 大概都是一些彈性纖維類 是有spandex這樣子的成分在裡面的 然後這些重物呢 這些重物呢 大多數都是一些穀物類的東西 玉米啊麥子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裝在裡面形成一個重量 然後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形成一個很獨特的一個 拉扯跟垂墜感 所以這個奇幻的感覺 就是你再仔細看你會發現 其實它有一種既奇幻又柔軟的 女性線條的聯想 大家會不會覺得它跟女生的泳裝也好 或是女生的某一些相對比較渾圓的線條 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像的 可是它是用一種 不是那麼具象真的畫出某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可是它卻是用更妙一點 它是用一種非常輕跟薄的這種織布 可是用重量的方式把它拉開來之後 產生這樣子的垂墜感跟視覺效果 所以如果我再去後來看它在各個 就是說不管是阿巴手啊 或是說在各個美術館 它這個裝置其實都非常巨大 它有小的但也有大的裝置 它有些大的裝置甚至是可以讓人走進去 是人可以直接走進去的 有點像吊橋的感覺 就是說人的重力進去之後 讓這個裝置本身就會晃動起來 那是因為人走在裡面而讓它晃動 所以這個雕塑 你從外人看起來它好像活起來一樣 它變得像生物一樣 它不再是一個鏡子的雕塑 它像是一個活起來的生物 而且它這些錘掉下來的這些 如果你接觸到那些很重的那些賣骨類的東西 它其實非常重 就是你碰都幾乎無法移動它的 就是像這個超級巨大的沙包一樣 可是它又看起來非常輕 它在視覺上看起來是非常輕的 所以不知道它給我一種感覺 也就是說在百年孤吉家族 這七代然後十一位的女性 似乎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就他們都背負了相當沉重的一個 各種壓力在他們的身上 可是他們的個性 他們對他們的愛的另外的男人 他們可以展現他們非常柔軟的女性的魅力 然後或是說甚至我們可以說 這個波恩蒂亞家族這七代 都是靠這些女人撐起來 沒有這些女人 如果只靠那些男的 大概就找到毀了吧 因為這些男的要不然去打仗 要不然就會忽然之間 就得了一個奇怪的疾病就掛了 或是說就是很 就是他們都很衝動的去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都是具有一些毀滅性的狀態 而且他們當然完全不在乎後果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在看到這藝術家的時候 我覺得他如果今天有一個百年孤寂的展覽 我就覺得裡面一定要有 Ernesto Neto的裝置在裡面 因為光這個裝置 我覺得他在這個空間當中 面對這個裝置 其實你會有一個 我覺得他會有一種沉浸感 那個沉浸感就是你會去思考很多一些事情 關於就是說輕跟重 軟跟硬 然後這些百年孤寂當中 女性跟男性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 這是成功的藝術作品應該是要有這樣的功能 他不只是可能只是很具象的把某些 馬魁斯在百年孤寂所描繪的 像我們看到書封的那些意象給呈現出來 而是應該要進化到像這種 就是更形而上而抽象層次的呈現 所以總結來講 就是我們現在所處這個世界 跟半個世紀前馬魁斯所在百年孤寂 他寫作時的那個環境 其實我覺得一樣充滿了 就是各種看似不合乎常理 卻又如此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進入21世紀後科技進步的速度 就是快的令人無法招架 但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擺脫歷史的 重複的宿命 就是我們在發明任何新的技術 新的科技這些東西 我們看起來好像都是解決 我們之前面對的問題 比如之前不夠快 之前那個太慢的時候變更快一點 可是變更快一點 付出的代價可能讓我們變得更慢 所以有時候繞了一圈 你發現你怎麼好像停在原地 就是你並沒有真的前進 可是我們卻以為我們前進 或是說事實上這個環境 甚至逼得我們不得不讓自己 你也不能前進 因為你沒有辦法落對 因為整個時代的這個列車 就是推著你不斷的前進 讓你沒有辦法停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全世界 都成為是魔幻寫實的臥土 就是說這個時代我覺得變成是一個 像就像是馬葵斯當年他面對 在拉丁美洲這樣子的狀況 就像是那個這個樹裡面 活得最久應該是那個德雷娜 他好像沒有死過 他好像一隻都活著在 他想說你沒有死掉嗎 好像沒有死掉 你沒有交代他有沒有死掉 總之最後出現的歲數是140幾歲 他就說這個家族的歷史 不過是一系列無可改變的重複 若不是車軸在進程中 必不可免的磨損 這旋轉的車輪將永遠滾動下去 所以我覺得在看 百年估計這個書 我嘗試用視覺的方式去 去閱讀它去解析它 但我覺得它真正最後的答案 我覺得還是在我每個人 自己的心裡面 它不可能是有誰可以告訴你 這個答案會是什麼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作品 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 它應該要達到的一個目的跟目標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屬於他自己的角度 然後產生你的生命 跟他之間的對話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主業今天的分享 百年估計這本小說 其實大家都是在看小說的時候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去重現這個小說 所呈現的場景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其實有不同的風貌 那馬魁斯在他有生之年 其實一直很抗拒一件事 就是讓他的小說被直接改編成電影 然後他唯一變成一部電影的就是 《愛在瘟疫蔓延史》 但是那部作品 他被大部分看成是電影史上的一個敗作 所以這讓馬魁斯就更加的恐懼 那他其實在他還沒有寫 《百年估計》之前 他其實在BG在墨西哥城 他從事編劇跟導演的工作 那他自己在他的某一些訪問裡面就講說 小說要變成一個眼睛看到的真實的世界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他會把那種很巨大的想像性 把它濃縮成一個比較窄小的現實性 所以小說永遠是抵抗現實性的一種努力 但馬魁斯的小說裡面 他又會呈現出一種特質 就是他運用大量的視覺性 嘗試要建構出 讓讀者得到一種眼睛可辨識的真實這樣子 即便那是想像的 所以在《百年估計》的來回閱讀裡面 你不免會去想像一件事情 那假如各個不同行業的人 要去重現《百年估計》 背後所對應的那種拉丁美洲特質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其實心裡在籌辦這一系列講座的時候 我心裡一直有這樣一塊 就是你要讓那個美學的那一塊被說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找了主業這樣子 當然我心裡想到好多個角度 譬如說裡面的植物學 礦物學 還有鳥類 這個都可以延伸出一條非常豐富的支線 因為大家知道 馬魁斯在寫《百年估計》的時候 他的書架後面有兩套百科全書 他甚至還花得非常 他在寫《愛在溫衣蔓延史》的那部小說的時候 他還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讀了醫學百科全書 所以這個愛在溫衣蔓延史那個醫生 雖然他是一個配角 他為了要抓他那隻飛到芒谷碩士上的鸚鵡 最後摔死了 才促成了這個50年不得相愛的戀人的重去 那是另外一段後話 但我想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馬魁斯他對他的小說中的每一個食物 一個實體的物質 他其實都有他自己確鑿的想法 所以今天我請竹葉來就是把這個物質性 要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 我想要來念一段這個 因為我剛剛聽竹葉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念一段那個服裝設計師 他要設計的一個隊伍的衣服 那就是奧雷尼亞諾波恩蒂亞上校 他要在他死去的那一天 他看到馬戲團到馬康多來 所以我就把這段念一下 他說是馬戲團他代喊 這個他這個女之編就是上校的媳婦 聖塔蘇菲亞喊的 那最後死的時候也是聖塔蘇菲亞發覺他 靠在那個曆樹上 像一個雕塑一樣死在那裡 他說奧雷尼亞諾波恩蒂亞上校 然後沒去曆樹下 他沒有去那個曆樹下 那個曆樹大家有看過小說你知道 就是最後他的爸爸 這個何希阿爾卡蒂歐波恩蒂亞 他在老年的時候已經瘋掉了 所以他的家人就把他綁在那個曆樹下 然後後來他也就去世了 像個國王一樣去世了 家人把他埋了之後 他又變成鬼魂常常回來 那這時候上校打完戰爭 他覺得人生是一場荒謬 所以他在他的小房間裡面 坐小鯨魚嘛對不對 題外話講一下那個小鯨魚 我其實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在找各式各樣的小鯨魚 因為我好想知道那個上校 做那個小鯨魚長什麼模樣 但我確實找了四五十種 我想我下個星期如果 剛下一個星期我想我沒有時間 因為我可能時間會不夠 我趕快回來這裡 他就在那個環間做小鯨魚 然後有一天突然聽到外面敲樓大鼓 所以他feels something happen 所以他就走去看是馬戲團 就是他媳婦在喊 但是他就沒有去栗樹下 因為栗樹他在做小鯨魚的時候 他去栗樹下 就他當面綁了他爸爸的那個路下 做什麼他都去那邊小便 這個是馬惠茲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他幾乎每一個環節 不管每一個人物的出生跟死亡 他都永遠在你的意外之外 大家知道開頭的那個場景對不對 這個上校被抓到行刑隊前面 我們的讀者都覺得說他快被槍斃了 可是他就回想到多年以前那個遙遠的舞后 他爸爸帶他去看冰的那個回憶 對吧 但是他現在他這個年老的時候 他加到對階的大門 加入了一群觀看遊行的好奇民眾 接下來就是馬惠茲期待的服裝設計師要出現了 他看見一個身穿黃金服飾的女人 在大象的脖子上 他看見神情悲傷的駱駝 神情悲傷的駱駝 他看見穿上荷蘭民族服飾的熊 拿著湯勺和鍋子打著音樂節拍 他看見遊行隊伍尾端小丑在單腳旋轉 這都非常非常視覺性 就有點像剛剛那個服裝設計師他要設計的衣服一樣 可是馬惠茲厲害的地方是他 他從那個意象他馬上轉到一種生命的處境 他接下來是說當隊伍經過以後 他再一次看見的是他的那張孤獨不幸的臉孔 剛剛是非常非常深色華麗的場景 可是這時候他看到的是自己孤獨不幸的臉孔 這時空曠的街道上只剩刺眼的陽光 空中滿是飛行的 那個應該不是螞蟻吧 飛蟻 就是有點像是炸蒙或蟋蟀 他在即將下雨的時候飛出來的那個 那種小型的昆蟲 還有幾個面露刺蟻的好奇民眾 他走到栗樹下滿腦子還想著馬戲團 當他灑尿時試著繼續想 記憶卻一片空白 這下面是一個很棒的場景 他像是小雞垂下頭 額頭靠著栗樹樹幹 動也不動 到了第二天早上11點 他的媳婦聖塔蘇菲亞到後院到垃圾 發現一群黑舊 那個黑舊的鳥飛下來 在百年古籍裡面 那個鳥我自己也做了筆記 大概有五十幾種鳥 然後我也嘗試著透過百科 我前路去找那個鳥 在拉丁美洲裡面的棲地的分布 我發覺說馬徽茲是非常非常厲害 這些鳥就是生長在這些地方的鳥 所以大家知道文學作品 你當一個小說家你在從事你的創作的時候 其實馬徽茲是講 他說他所有的創作的 不管你們認為我多麼的魔幻 其實所有的根源都來自於 我身處的身邊的周遭的現實 所以他描繪的這個黑舊飛下來的時候 整個家才知道上校孤獨的就死在這個書下 像一個雕像一樣 那我念這一段其實是 想呼應剛剛竹葉講的 拉丁美洲的創作者其實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的旺盛的生命力的那個所在 其實永遠跟著死亡的陰影是連結在一起 那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構成了某一種特定的魅力吧 我稍微補充一下把它延伸 那我接下來問題要問主葉 就是上個禮拜那個廖志峰 不是廖志峰問的 是一位線上的朋友 他問評路說 你最喜歡這個小說裡面的 男性的主角是誰 女性的主角是誰 然後各自的原因是什麼 真的要說一下 這好難喔 因為我覺得在百年古集裡面的這些主角 每一個的 特別是男生 男生的主角的重複性還蠻 重複性還蠻高 而且大多數好像都很衝動 有兩個 我知道還有兩個戲譜 就是衝動戲跟相對比較沒有那麼衝動的類型這樣子 但最後的結局好像都沒有差太多的狀況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 我喜歡的會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我的最後印象比較深刻 反而是在最後段 就是他們的最後一代 我不能講說我最喜歡他們 而是我覺得他們在最後一代 最後一代的那一位 奧雷尼亞洛 奧雷尼亞洛是男生 但還有那個女生是從 阿瑪蘭塔 比利斯回來的 阿瑪蘭塔 對阿瑪蘭塔 阿瑪蘭塔從比利斯回來 我覺得我對那個 阿瑪蘭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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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瑪蘇拉 從比利斯回來的那個畫面 其實因為那個畫面對我來講 我覺得衝突性很強 因為當時的那個 馬康多這個陣 應該已經是很破敗的狀態了 已經是在很後面了 可是他們卻以一種 非常像是歐洲貴族 很優雅的那種姿態 然後開著船到達這裡 所以他面對這樣子的景色的時候 他覺得說 我竟然我想要把這個小陣 可以振興起來 我是覺得那個畫面 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衝突的畫面 然後後來接下來的每一天 甚至時時刻刻 其實他們都可以意識到 就是說這個 馬康多這個城市 即將毀滅的那個聲音 就是 不管任何時候 你都可以聽到就是說 這個昆蟲在把所有東西 全部都啃食殆盡的聲音 就是 但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是可以重情享樂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也反映了某些人類的特質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種末日的來臨 其實好像害怕 但是其實也不見得那麼擔心 或是會想要就一路這樣子的 用一種比較放縱的方式 然後結束這一切 所以你最喜歡的男生是 最後這一對嗎 就是 女生應該 不是 喜歡就會覺得好像崇拜他們 而不是 我覺得是 我對這個印象是非常深刻 最後 他其實是很跨兩代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阿姨跟外甥的戀愛 他們也是 唯一一個透過自由戀愛 然後生下後代的 波恩迪亞家族的成員 但是那也受到舉咒 所以 這個女生的阿姨就流產過世 然後奧雷尼亞若巴比隆尼亞 你看我大概是所有講者裡面 大概可以講得最清楚的 奧雷尼亞若巴比隆尼亞 他很悲傷過度 他出去要治癒他的悲傷 回來的時候他發覺他的最後的小孩 被紅螞蟻給拖走了這樣子 這個問題其實也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說 在其他的波恩迪亞家族傳宗接代的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都沒有愛情 這也是馬奎斯他自己在詮釋在這篇小說的時候 他就說大家都深陷在孤寂裡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愛 這在他很多的訪問錄裡面 又再插個題外話 馬奎斯在出版百年孤寂之後 他總共接受了197場的訪問 所以大概我們一直到今天為止 大概沒有其他的文學家 他有這麼多的訪問錄可以被後世的人去讀的 那是因為他的文學經紀人 巴奎斯小姐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人 他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巨細迷的訪問 搞到最後馬奎斯看到訪問者把錄音機拿出來 他就告訴他你把它關掉 然後他會直接跟訪問者講說 我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看到你們 然後我寧願不要 我寧願人生中不要做的事就是接受訪問這樣 他拒絕了很多人 當然很多人也受盡了很多的苦楚 可是他最後往往是看到他最後太苦了 好吧 小兄弟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 就是我們就來談一談吧 類似這樣 那馬奎斯在這個訪問裡面其實不斷地去講 其實那個孤獨的來源是 在我看來是比較自私的說法 但我覺得他就是要料理一個訪問場景的 一種公私公辦的要求 就是說這裡面每一個家族的人 因為深陷於自己執迷的事物裡面 然後終究沒有辦法彼此愛彼此 那當然他也在訪問錄裡面其實直接提到說 他講的其實是整個拉丁美洲這塊大陸的隱喻 很難想到說這邊 同樣說著西班牙語文的這個國境裡面 其實人與人相愛團結是那麼的困難 然後他在接受諾貝爾講的那個講座時候的那個講稿裡面 他其實提到這個估計的一個最大的外來因素 其實就是西方世界對於拉丁美洲的一種強而介入的主觀性的想法 也就是說世界理解拉丁美洲的方式就是西方 就是美國加上OCO的人理解拉丁美洲 他們從來不接受拉丁美洲人自己理解自己的方式 那在西班牙語系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 叫Edward Galileo 大家可能有聽過他寫過一本很有名的一本書 叫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他在講拉丁美洲的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詮釋 我們在百年故集裡面看到小說裡面一個很重大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他們非常強大的生殖力 就是他們對於Libido 就是對於那種信譽的慾望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你們如果看就可以 那隔代之間亂倫的慾望也非常非常的強 那如果你從西方現代性的發展角度來看的話 那這個傾向會被認為是不好的 那Garineo在他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裡面 他就提到說拉丁美洲應該要建立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而且勇敢地說出來 就好像主葉剛剛提到的這些創作者一樣 他們來自拉丁美洲 然後他們勇敢地說出自己的見解 但你要注意一下 這些創作者在其實在1970年代之前 其實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時候拉丁美洲所有的創作者都被看成是落後的 那Garineo他講說 拉丁美洲如果他身為一個拉丁美洲 他是烏拉奎人 他認為拉丁美洲人其實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他們的生殖力 也就是說他們很自然地在原始的狀態上 可以感受到兩性相遇的歡樂 但那個時候他在寫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的時候 是在70年代 他覺得美國他要介入到這個拉丁美洲人 因為他們一個在北邊一個在中南部 他要介入到這個事物的方式 居然是帶著避孕藥跟保險套來 要拉丁美洲人劫慾 這是一個 我在想 馬奎之在寫他的小說裡面 他其實每一本小說 他除了早期的小說之外 他後期的小說 其實對慾望這件事都非常非常的 赤裸裸的描寫 而且你會發覺說那個原始的慾望 在他的文學性的筆法下來 完全升垮到另外一種層次 譬如說你在 他在瘟疫蔓延時裡面 這個男主角 他忠心的愛這個女主角 他說時隔相繼了50年 忠誠不變 對不對 可是這個小說裡面 他也老老叔告訴你 他跟400多個女人上過床 那這種忠貞的西方的可能在 對於婚姻的忠貞這個概念裡面 還有在拉丁美咒戲裡面 對於那個愛情的忠貞概念裡面 顯然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其實在閱讀這個小說的時候 方方面面其實對話的對象 就是依然在我們的理性世界裡面 有一個西方的現代性 交給我們的行為判準 但是拉丁美咒裡面 馬奎之的小說 還有拉丁美咒創作 隱隱約要告訴你 有另外一個人類世界裡面的 對抗性的論述存在 那大概我想也就是 拉丁美咒Impact在70年代之後 一系列的文學藝術創造運動 他慢慢變成世界另外一個聲音的主因 好啦 第二個問題要再 要再問你一下 就是說當你看到那麼多的封面設計出現的時候 那假如你編一個雜誌 下一期要做百年孤集這個專輯 然後你會想到一個什麼樣的封面的印象 或者是圖騰或者是技法來呈現呢 哇 這超難耶 看到那些 直覺的 我覺得直覺上來講 當然我一直對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書裡面其實充滿了 就是它對於欲望啊 性啊還有暴力的成分 其實這些感官部分其實都很強 那這些部分我覺得會是一個 滿值得可以去發揮的元素 但我覺得如果說以雜誌上來講的話 我還是希望它最後的呈現可以用一種 相對比較抽象一些的方式的表現 而不是那麼的具象 因為具象 我覺得馬葵斯他其實很擅長用 看似具象的文具 在寫這些事情 可是它給我們很多 相對我覺得是比較抽象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太過多 具象的元素去呈現的話 我覺得反而會比較限制住 大家對這位作家的一些想像力 我其實因為我也看很多遍 就是因為我要醜化這個講座 就是中間我有幾個畫面 等一下也可以問你一下 就是讓我非常覺得非常非常吸睛而且像 譬如說大家知道那個碧蘭達 就是奧雷尼亞洛二世 對不對 她去遠方迎娶回來的她的太太 她太太是一個我們講非常守舊的太太 就是非常 我覺得那個是台灣很多媽媽的化身 就典型的 非常公立主義 非常外貿協會 非常庸俗的價值取向 她當然透過她是要去影射 那一個其實在美洲大陸已經非常腐敗的天主教會 當然這裡面天主教會其實 她跟著政府在馬康多家族 波恩迪亞家族第二世代的時候 來到了馬康多這個小村落 但是在這個宗教性的控訴裡面 最多的是在碧蘭達這個身上 但是最讓我毛骨悚然的是 碧蘭達他的父親最後把他自己的遺骸送到了馬康多 所以他們打開那個很精緻的那個皮箱的時候 赫蘭發現奧蕾里亞路二世赫蘭發現裡面裝著的是他岳父的屍體 這個景象其實非常非常讓我迷人 所以我那時候想到說我要做個封面師 有可能會用這個神秘的箱子做這個設計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如果就是視覺 大哥想的我覺得是蠻凸顯 就是百年孤寂裡面一些我覺得 就是他是比較讓你覺得有毛骨悚然的 很驚悚的一些畫面 他的impact是很強的 但是他又很喜劇你知道嗎 就是說就是馬奎茲的小說 雖然很多人都說他是一個悲劇性比較大的小說 因為最終努力了六個世代 最終要毀於一個一系 毀於那個龍捷夢 但是中間幾乎每一個人物出現 都有一種喜感在裡面 其實這個喜感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也就是說那個岳父把自己裝在那個 女兒的這個生日大禮中送到馬康多 這個在我看來你雖然看起來毛骨悚 但是他非常非常讓你覺得 有一種荒謬的那種喜劇感 所以當年百年估計他其實在歐洲 第一次出現的書評 當然是Belses小姐 她花了很多力氣去安排的 大部分人都把它看成是一個comic novel 就是一個喜劇小說 就是你看到裡面大多數的內容 是讓你覺得非常非常好笑的 當然這也是這個小說後來它成功的因素 因為它裡面當然有悲劇 它裡面也有喜劇 然後所有東西都是新鮮的素材 然後都讓人家有一種美學貧乏的那種 那種被摧毀的感覺 就是一本會摧毀讀者的小說 然後你在被摧毀之後 你會發覺自己的崩壞是非常非常的快樂 然後慢慢慢慢一點一滴站起來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用比較 剛剛就是大概提到如果說一個雜誌封面 我當時思考是希望用一種比較 相對比較抽象的方式來表達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小說當中 其實有一個畫面讓我印象很深刻 是那個黃色花粉降落城鎮的那個畫面 因為它是說那個花粉厚到就是第二天起來 全鎮的人民都還要花很多力氣才要 好像有點像下了一場暴風雪一樣 你要把那個雪鏟除才有辦法出門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再一個 如果今天我還是回到就是 其實我今天這個簡報選這個黃色 我也是覺得那個黃色一直到我想 不管是黃蝴蝶或是黃色的花粉 可是我覺得黃色花粉那個畫面 就是說它那麼美 可是其實它幾乎可以讓這個小鎮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個小段提到 所有在外面行走的生物動物都窒息而死 就是鳥啊老鼠啊什麼就全部都掛了 那如果在一個展覽的空間當中 然後就是這個畫面可能是 你可以看出它像是某個城鎮的感覺 但是全部被這個黃色的這個花粉的粉末所覆蓋 所以你可能可以隱約辨認就是說 它可能是一個房子 它可能是一個車 它可能是一個什麼東西 但是它是被黃色的花粉所覆蓋 這個鮮黃這個黃色的這樣子的一個場景 可能是對我來講是用一種 相對比較抽象的方式去表現 百年孤寂的形式 剛剛竹岳講到那個是 就是第一代的大家長過世時候的那天晚上的畫面 然後就中間前期有安排 在那個遺忘症的瘟疫出現的時候 離畢村逃走的印第安的一個仆人 他回到這個城鎮 然後吳舒拉問他你為什麼要回來 他說回來 因為我要來參加國王的葬禮 就是馬康多德第一代的大家長 要過世 我其實在島嶺場的時候 我有講到每一個主角 裡面主角過世那個場景都是很迷人的 我剛剛講到那個是上校 他像一隻小雞一樣在尿尿的時候過世 抵著他爸爸的那一個歷書 然後他爸爸過世的時候就是主樂所描述了 小黃花下滿了這個城鎮把幾乎所有在外面行走的動物都給悶死了這樣子 在訪問錄裡面其實黃色是馬魁茲非常非常喜歡的顏色 但是他非常討厭的顏色是金色 所以那個天主教的代表顏色其實就是金色 那黃色裡面包含小黃花還有那個巴比隆尼亞 每次要來偷情時候的黃蝴蝶 然後到馬魁茲自己的寫作的桌前 一定要有一個水瓶插著黃玫瑰 這是他的太太Mercedes都會知道要辦的事 因為如果那天他的水瓶裡面沒有黃玫瑰 或有任何其他黃色的花的話 那一天他的稿子就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那當然百年孤集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馬魁茲自己生命的蹤影 那當然小說裡面一定 我們在讀現象學的時候都會講到那種intentionality 就是傾向性 就是說為什麼他會傾向這裡 是跟這個人的生命原始存在的那種狀態 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下個禮拜我大概會把那個蝴蝶好好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畢竟還去找了那個蝴蝶的資料 那他跟拉丁美洲足久其實也還蠻有關係的 那我們談到封面像剛剛主葉有提到 那個在literaryhub這個網站上面 有一位研究者他就收集了100幅 百年孤集的版本的封面 然後其中的皇冠這一本大概是 好 我記得應該是他最後一本 他說就是那個收集的人在他的網誌上講說 這個版本他完全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但是他覺得很優雅 很elegant 那其他的版本他獲得多少都可以找到一些意志 譬如說他覺得日文的百年孤獨 那個像是兩個大腳丫的那個版本 很有存在主義的味道 就是黑與白生存以死亡 就是像沙特要問你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上 你為什麼要活著 那是這樣的味道 但是他這本他不知道什麼用意 但是他覺得非常非常的優雅 那我其實我最喜歡的那個封面是 契爾英國Penguin版本 Penguin除了光Penguin這個契爾出版社 他就大概有20到30個百年孤集的封面 但是百年孤集賣的版數很多 我上次在島圖長講說 2006年日本在統計 1970年日本第一版出現到2006年 他已經賣了95版了 所以百年孤集是一個非常非常多版 很多封面的小說 那我最喜歡的是契爾版的裡面 有一隻小鯨魚做封面的那個 那個小鯨魚 我太愛那隻小鯨魚了 正因為如此 所以我就花很多心力 在網路上找各種各樣的小鯨魚 那我其實也花很多心力 在裡面找各種各樣的西方的藝術家 去再現百年孤集裡面 各個小說主角的長相 我後來才發覺說天南地北 有的人上校的長相是那樣 有的人上校是完全另外一個模樣 當然有時間的話我再 大家可能沒有 因為我下禮拜 我其實應該再找一個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西方的各個藝術家 他在再現百年孤集的時候 他們心中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那裡面的每一個主角其實 我說他的性格都很飽滿 每一個主角那個 從小說中走出來都是活靈活現的 我覺得他馬克思在創造這個人物的時候 其實已經把他所有對拉丁美洲裡面 那種最美而且最血肉的想像 全部集合在裡面 最後一個問題 問主葉 你覺得現在 在你認識的這些 藝術家或創作者裡面 哪一個人你推薦大家會去 好好研究他的生平跟他所有的作品 也就是說 在你的百年孤集一序裡面 你覺得哪一個人 現在活著的創作者是最能得到他靈魂的 真諦的 有沒有這個人 因為我覺得如果就 如果就文學的領域來看 其實我一直覺得像 像百年孤集的小說 這種魔幻寫實的小說 我覺得他們通常最厲害 如果說你今天大家可以從第一頁 看到最後一頁的話 就是他到最後面收尾的時候 排山倒海的那個力量 就是一層一層這樣壓散那個力量 我覺得能夠達到像這樣子的作者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多 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當然因為外國的作者 我覺得厲害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畢竟有翻譯上的 語言上的 或是說人文風土上面的一些不同 所以我們在感受上 有時候會有一些斷差 那如果以本地 就是說台灣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作家 因為他的語言各方面 跟我們的生長的環境是相同 所以那種感受力是更強 所以我沒有 我現在一直沒有想到文學以外的部分 但是如果說以文學上來講的話 可以帶給我差不多類似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無名義的小說 因為無名義的小說 像是《單車失竊記》 《苦雨之地》 像這樣的小說 我覺得它在 它都幾乎具備像這樣的特質 就是說在整個小說的安排上面 到最後收尾的那個點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一直覺得 這種小說的最後收尾 它其實是滿難的 因為它拉了那麼多不同的線出來 最後要把它收容在一起 沒有收好的時候 力量就會刪掉 但我覺得無名義它是有辦法 可以把這些線拉起來之後 然後非常飽滿 最後給讀者致命的一擊 然後把它給擊倒 那無名義是你大學同學嘛 對不對 那你在班上的時候 你看到他當年那個樣子 是小說家的樣子嗎 其實我覺得滿有趣就是說 因為我跟大家是同班 而且我們還滿 我們是念福大廣告系 那我們還滿多 在學校的時候會有一些作業 就是分組的作業要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去拍一支 我們自己去想像的短片 CF 做個什麼campaign之類的 那在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一組就是 都是會想像很怪的一些名字 這種類型 比如說我們可能 我們這一組 我記得我一直印象深刻 我們有一次 我們這一組叫做金葉沙達子 金葉沙達子 什麼叫金葉沙達子 金葉沙達子就是 你知道元朝末年的時候 不是要起義嗎 之類的 當然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我也想不 我也已經忘記了 但是就是會想一些古怪的東西 或是拿一些那種什麼 紙錢啊 符咒那些東西去改它 做成一些graphic design 就會被老師罵說 哪有客戶會買這種 死人的東西 不吉祥之類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想像力 我覺得是滿 我覺得滿豐富的 我們大概主業其實也跟 蔡宏之先生講的一樣 就是他們其實對 吳明義的小說 都非常非常有印象 但我自己也對 吳明義的小說很有印象 我的感覺是 我當年第一次看到 吳明義的《單車實界》 不是《單車實界》 是《天腳上的魔術師》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微型化的百年古籍 就是在那個中華商場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鐵軌上的火車 恆常經過的馬康多 馬康多的火車 這是一個不好的遭遇 對不對 因為它把美國人載來 然後最終要把3408個屍體載出去 所以我下禮拜會講 就是為什麼數字在百年古籍裡面 這麼重要的一個原因 它都有確鑿的數字 那個雨下了多少天 對不對 然後奧利利亞諾 波恩蒂亞上校 然後他打了幾場的戰役 然後面對了幾場的伏擊 這個數字都很重要 我自己的感覺 吳明義其實要講的 其實無非是小說感這件事 就是在他後來的很多演講裡面 他一直提到 就是說小說感不一定要對應現實 但是它就有一種莫名的魔力 吸引著你一段一段的想要看下去 最終得到了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 但是你會得到無比的歡愉跟滿足 這就是小說的很大一種魅力的來源 這是百年古籍 這個小說 我覺得是每一個字都用力的在詮釋的小說感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也到了 感謝主業把我們帶到了一個色彩繽紛的 我們講現代性的馬康多的世界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百年古籍 他如何在後代的創造性的領域裡面 得到了什麼樣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的各種成果 感謝今天大家來感謝主業 感謝他們 下禮拜就是換我上場講 這個拉丁美洲足球 如果大家現場你們可以早一點來 因為我前十分鐘會放影片跟音樂 然後 謝謝大家 來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